我們先看一下這場經濟論壇 這場經濟論壇 什麼單位 主單單位是誰 馬英九經濟會 馬英九經濟會誰出錢 郭台銘 他最大的出錢 所以所有的候選人 只有他一個人有專題演講 其他都沒有 你們其他就是做圓桌 最後他一個人專題演講 我們看這畫面把它切開來看 左邊 右邊其實是不一樣的 左邊這邊的主角是誰 吳敦義跟韓國瑜 韓國瑜對不對 所以包括剛剛韋翰在講說 為什麼韓國瑜要把聯絡人 換成郝龍斌 就是說這兩個人 就是當初在講說 郭台銘參選的背後有三個人 證明這兩個都是挺韓的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 如果是郝龍斌搞他 他怎麼說他 他怎麼會說我聯絡人家 從真永遠換我郝龍斌 他自己現在知道 那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所以郝龍斌跟密室協商的權貴 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副主席 他原本跟他原本跟 因為花博跟郝台銘有淵源 郝龍斌那時候不是講說 花博捐了5.5億的 上海的士博館嗎 他是因為這樣有淵源 所以他就變成說 那個很好是他的業務 他就負責聯繫 他不是主動去做那個事情的人 不然如果是的話 今天也不會是這個互動 你再看右邊那一邊 右邊那邊的主角是誰 馬 右邊的主角當然是郭 右邊的主角當然是郭 因為他早上也來 下午也來 他也來兩次 那個是郭台銘的台子 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大家去講王建平 我覺得真的不用用那種 用那種心態去講 就是說我覺得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保證王建平不會退黨 你保證 不會退黨參選的 所以這個公報上面 不會有他的名字 對他來講就是說 你叫我去做配角 這個台子就幫人家搭的 我為什麼一定要來 我沒有道理來 因為就不是我的票 我就去幫人家搭台子 我覺得心態上面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場東西你要這樣來看 那個東西怎麼會是一個大團結呢 那個每一個人做的心裡 心裡都怪怪的好不好 就是人前手牽手 心裡正在想怎麼下毒手 對啊 那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大團結的場子 不過後來我想問 就是說 好 王建平今天沒有來 是因為他覺得 這可能是別人的場子 他不想來陪襯 假設現在國民黨通過的 特別提名辦法 是把韓國瑜納入初選 我記得王建平在之前 是一直非常的反對 所謂的徵召式初選 跟原本初選規則不一樣的程序 現在已經演變走到這裡了 王建平還會反對嗎 我跟你講 誰的民調最高 誰就是最大的石頭 這三個人 郭台銘 朱立倫 王建平 誰的民調最高 誰就是最大的石頭 大家不要覺得那個 我看最不順眼 所以壞事都贏他幹的 絕對不是 你放心好了 民調最高的 選的最用力的 他還是最大的石頭 今天王建平我認為 如果民調比他高的人都沒有意見 他也不會去應當 我擋韓國瑜有什麼好處 我擋韓國瑜會變成是我 如果不會 那我何必要做這種 使人不利己的事情 這不是王建平的作風 所以接下來是可能 郭台銘跟朱立倫會反對 朱立倫會反對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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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王建平應該要去參加 你確定你問過了 你確定你問過了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反對 而且朱立倫一向 就對韓國瑜非常支持 他說韓國瑜做什麼 他都很支持他 像我覺得韓國瑜 他今天去參加 這經濟論是非常棒 就沒有像王建平那種執念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場活動就是馬英九辦的 郭台銘的主場 韓國瑜是一個客隊 但是跑到主場去打球 可是他表現得非常好 他說你們講的這些經濟論 我聽不懂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像談戀愛一樣 談戀愛的重點就是 要動防花主業 選舉你不要跟我談選舉策略 不要跟我講什麼組織戰 或者打空戰 選舉的目的我就是要贏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經濟其實重點是要讓人發大財 我的理念是要讓大家發大財 至於說郭台銘你講的科技 或其他人講的經濟理論 就是來幫助我 協助民眾發大財的工具 這句話其實講得非常好 而且大家也聽得懂 我知道大家很想要看我 模仿吳敦義主席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對iPhone的一個觀察 其實賈博斯 要模仿賈博斯了嗎 賈博斯的話 等我學好再來 其實賈博斯 其實蘋果這個品牌 大家很喜歡 大家喜歡賈博斯 賈博斯在推廣蘋果 他不太會跟你談說 蘋果的手機到底 它的性能有多好 手機有多漂亮 或者說話數有多高 而是他告訴你說 我推這個蘋果的目的 是希望我能夠改變 人使用科技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家使用手機 都是比較 那種智障型手機很難按 譬如說我媽以前 要傳一個簡訊 可能要按十幾個步驟 他還不太會 後來有人發明黑莓機 黑莓機把整個鍵盤 弄在手機上面 你為了平常要使用的 幾個鍵盤 但是整個鍵盤都要在上面 賈博斯覺得很蠢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觸碰式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APP的方式 來使用手機 讓手機為人民服務 而不是手機控制人 所以賈博斯他很有號召力 他告訴你 我就是要發明一支手機 讓你覺得很好用 很有現代感 至於說 要怎麼去發明這件東西 那是科技家的事 那個是工程師的事 所以韓國瑜現在做什麼 我認為他為什麼 大家會跟著他走 為什麼會造成韓流 因為他有號召力 他告訴大家我的目標 你如果認同我 你就跟我走 至於說需要什麼經濟理論 或者是要不要發展AI 郭台銘就可以提供很多 很好的意見 或者是要不要提供什麼國防 其他也可以提供很好意見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今天為什麼敢去 因為他的信念堅定 我去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的重點是要讓大家發大財 這個才是關鍵 你剛才講那麼多科技的比喻 其實我也聽不太懂 但是你好像是要講說 韓國瑜就像是iPhone一樣 大家都會用 知道他在講什麼 很容易接近 他就像賈博斯一樣 他講的話 大家聽起來非常的懂 就是說這支手機 就是要幫助你好用 然後至於說 到底要怎麼達到這個目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專家學者 可以幫助他 但是他的理念很清楚 剛剛後製的意思是說 他認為王靜平院長不會拖黨參選 這一點我認同 因為你政治要看實力 你背後有多少的動能 這是一點 但是你說王靜平院長 會不會對此事有不快 他會不會對這個意見 表達不同的看法 這我很保留 因為王院長先前就已經講過了 我再給大家看一個照片 在今天的原作論壇之後的最後 有一張這個照片 在網路上大家在流傳 這個照片就是缺了王靜平院長 你看幾位參選人 以剛剛後製的講法 其實我認同後製的說法 他的意思是告訴大家說 王靜平不會拖黨參選 他的了解 因為他在立法院這麼久的參選 可是你看 如果說因為這個主場 不是我的主場我就不去 那周期偉去幹嘛 周期偉現在民調也是低 基本上也沒有人把他考慮進去 他為什麼要去 他畢竟是總統參選人 他畢竟是吳敦義要徵選的其中一位 而我剛剛講的 不是說先前約了以後我就 然後因為有行程 是再第二次約了 也表示說國民黨內有一股勢力 很希望看到這張照片當中 是包含王靜平的 可是今天這張照片沒有包含王靜平 所以我想今天叫修補之旅 三點的吳涵會跟四點半變 四點五十分的這幾個圓州論壇 重點都不在於你講了什麼 而是重點是在之前 大家可能有所嫌隙 事實上我這樣子講好了 在韓國瑜去美國之前 4月10號的時候 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剛好去美國的時候 是民進黨的初選基本上沒收了 以及現在已經沒收了 將近二十幾天了 又要從頭底裡面拿出來了 對 是民進黨最怎麼講 最刀刀劍骨同事操歌的時候 可是民進黨 忽然就這樣安然度過了二十天 這二十天都在講國民黨 你不要講內鬥 你講競爭也好 就是都在談國民黨裡面 可能誰怎麼樣 郭台銘為什麼出來 又有什麼小組在幫他 然後又有怎麼樣後續 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反而安然過關那一段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從4月10號一直這樣子 蔡賴滬砍 砍到現在4月30號 連續砍20天誰倒下都不知道 所以重點在於就是 國民黨希望能夠行訴一個 至少我們大家在一起 可是王院長今天沒有出席 我相信他有他的考量 如果他今天出席了 接下來他要去講說 我反對像這樣子的一個 初選模式 可能也立場就比較不同 這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慧永哥講的 因為民調基本上 他的這個占比是偏低的 所以就算王院長他最後不同意 現在常委所提出的方式 我所瞭解的國民黨 現在這幾位 如果以立委出權來講 只要過半 韓過半 比如說四個人當中 有兩個人同意那個方式 就可以了 所以以這樣來講 周希偉同意 朱立倫同意 韓國瑜說我沒有意見 郭泰銘說我絕對是 這個 同意所有可以配合韓國瑜的 這樣至少就有三位以上 所以就算王靖雲院長不同意 也不會影響未來常委 在經過了主席跟副主席的 爭取一輪之後 現在只有第一位 後面還有四位 然後國民黨的中常委 通過一個新的特別平民辦法 就是要用民調的方式 來徵召最高者 最高者會是誰 就看到時候最後民調會是誰 我今天比較注意到一個 就是第一個是王靖民沒來 第二個是朱立倫 我覺得朱立倫他在現場 他跟韓國瑜的互動也好 還有這段期間以來 他並沒有放棄 繼續在做他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後續去觀察 朱立倫或許會是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可能不會是參選人 可是他可能會是最後 被提名參選人 非常需要的一個人 不管那個人是副主 不一定是當副主 但是如果是韓國瑜出現 看起來民調的話 他是比較佔優勢 不過當然民調會變 我們現在才剛 所謂的韓五條 韓四條 跟這個蔡真源風波 才剛剛發生 也剛剛才要過去而已 接下來一個到兩個禮拜的民調 會比較準 因為時間他需要一點醞釀 才會把事件的反應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第一個觀察是 王清平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當然他未必會影響整個局 另外就是朱立倫 他的沒有放棄 朱立倫跟周錫瑋 當然朱立倫我觀察更多 因為原本 朱立倫原本是第一 他從第一變第二 從第二變第三 但是他沒有放棄 他又還是願意再配合 所以朱立倫 他現在展現出來的風度跟高度 是國民黨現行非常重要的 而且韓國瑜一切高雄市市長 郭台銘是企業的霸主 可能沒有選舉經驗 朱立倫是很難得有立委 有桃園縣長 有新北市長 還有行政院副院長 多層資歷 多層的行政的歷練的人 我相信不管是最後誰 代表了國民黨出現 都會非常需要朱立倫的力量 中文字幕提供